初三十三二十三 两口子吃饭把门关 苍蝇叼走一个饭米粒 老头子一怒追得四川 老婆家里头算了一挂 伤财惹气 陪盘缠 谁让他追的 这直当欧这个气嘛 今天呢我说这段单口相声 这段呢叫官场斗 这个事情不是现在的事情 什么时候清代 那么这个清代说谁呢 说我们那个当家子 就是那个刘雍 那个过去啊什么这个唱戏啊 前龙下江南那说的那个刘雍啊 刘罗坤啊就提他说我们那个当家子 是你当家子吗 过去过去那都爱面子 怎么爱面子 人要一说呀 这个人有名有姓 我就往上认 有人一问这个什么 想当初 盲党山 斩舍起义汉高祖刘邦 你认识吗 啊那那我们当家子 当家子 过去就这套 刘备呢 那那那也是我们当家子 也是当家子 清代的刘雍 他不是有学问吗 做大官 那我们当家子 有人要一问 那发门寺的刘彪 那同性各宗不认识 我就躲开他了 其实啊那刘彪啊 真真跟我们本家 我也不认他了 就就这个事 这个刘雍啊 就是清代乾隆年间 他是一个中藤 汉中藤 文化殿的大学士 他这官可大了 赤丰三千岁 太后育儿甘殿下 建官大一级 就这建官大一级厉害 怎么叫建官大一级啊 甭管呢 对方那官多大 他要建重 也比那大一级 建官大一级 这怎么意思 这是太后疯的 太后干嘛疯他这个 因为这个他父亲 老中藤刘统训呢 有三个儿子 为了国家事啊 砸了两儿子 搁砸到里砸了 就剩他了 那么他呢 他父亲还要砸他 他打这个 大清门这儿跑进去了 跑到宫里头 昆宁宫 给太后跪下了 太后认得甘儿 后来封为建官大一级 就甭管对方官多大 他建的都大一级 在这个清代乾隆年间 乾隆啊最宠爱的 还有一个人 谁啊 和珅 和世龙 这个和珅呢 他是满洲人 他是一个满中藤 刘庸呢 是一个汉中藤 都是文化殿大学士 这两个人呢 这个 刘庸啊 学问好 有这个真正的才学 说这和珅呢 和珅没那么大学问 他怎么做那么大的官呢 哎 因为这个乾隆啊 宠爱他 要凭他那个资格呀 做不了那么大官 你要不信您看看清史 什么清宫十三朝也好 东华路也好 啊 这个这个 清朝演义 您看这些书 您看吧 在乾隆年间 抄和珅家的时候 那那个 抄到很多东西 说是 都是大内的东西 大内就是皇宫里 甚至于比宫里 他东西还多 也有说他偷出来的 反正到那时候 因为这个 乾隆死了以后 这才抄的他 抄出来呢 这个这个 很多的东西 那是 就就说他偷的 那么也有的是乾隆给他的 最最这个宠爱他 所以他 没那么大才学 这两个人呢 这个刘庸呢 有真正的学问 和珅没有学问 他也做那么大官 这个刘庸呢 就有点不服 不服怎么样呢 乾隆啊 他宠爱和珅呢 哦 太后封这个刘庸 见官大一级 那一下和珅遭了 其实两个人都是中堂 怎么办呢 哎 有嘞 你不是刘庸吗 你不就见官大一级吗 我给你找个婆婆 嗯 让人管着你 有一天呢 这个刘庸上殿 乾隆呢 高兴的说 哎 刘爱卿 头两天 太后的万寿 你到那去做寿 啊 送了很多的寿礼 还送了好些个吉祥话 那么太后十分见喜 命阵当加封于你 阵本当加封于你 怎奈你官至极品 无法再封 你这官到家了 见官大一级还怎么封呢 现在呢 呃 因为太后 太后 遗旨 震荡也不敢违抗 现在封你为八旗副都统赏代双眼花灵 八旗副都统 干嘛这样呢 你是一个汉官 啊 封你为八旗副都统 多大荣誉 可是啊 那个和珅呢 是八旗的正都统 你不是见官大一级吗 哎 这回你见着他 你打不了了 他是正 你是副的 就这么样 刘庸呢 协助隆恩 下电了 刘庸回到家一琢磨 不是滋味啊 啊 我这见官大一级 给我找个婆婆 他呢 八旗正都统 我是副都统 有什么事得问他去 给他递手本 那反不上 嗯 想个主意 想什么主意呢 让这和珅呢 得怕我一辈子 夜里该睡觉 他不睡觉 躺在抗上查账 查什么账 不是真正账本 这个刘庸啊 有个外号 外号叫什么呢 叫刘三本 什么叫刘三本啊 他肚子里头有三本坏账 竟是憋坏的坏主意 哪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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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三本 哎 躺在抗上这么一查 这刘三本 查来查去 第二本 第七篇 第六趟 有这么一趟坏主意 明天我就这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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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 哎 后天我那么那么那么办 大后天我带来这么一回 得 就让这和珅 怕我一辈子 他真能别坏主意 到了第二天早朝 大伙在这个朝房后旨 有这个奏师处起奏 奏师处的太监 起奏师怎么起奏呢 奏师处 站在这儿这么一喊 圣上传旨 有本出版早奏 臣刘庸有本 一说刘庸有本 奏师处这么一听啊 奏师处也恨这刘庸 都知道他叫刘三本啊 还不是净肚子 刘三本坏账 因为他的事情多 每天上朝 有事没事 起码他得奏三本 这头一本呢 准是他的 所以奏师处一听 得 刘三本来了 准知道头一本是他的 皇上一听呢 也知道 头一本没别人 准是刘庸 选刘庸随旨进殿 刘庸上朝时候怎么走啊 有规矩 清代做官的得这样 双手捧朝珠 低头看二扭 脉方部亮靴底 一步三摇 要怎么 您看在清代时候 明代也这个制度 有六大部 兵行公立户礼 礼 礼就是礼部 外省官 什么什么这个 四品皇堂之府 七品之县 这就要进京见皇上 没那个事 除了有特别的召见 让他来了 先得到礼部里头 严礼 严礼就是 你见皇上怎么贵 三贵九寇 怎么磕头 怎么行礼 一点都不能错 错了 跟皇上说这话 为什么要双手捧朝珠 低头看二扭呢 清代人 穿那个袍子 那个那个 这不是 头一个扭派吗 这叫扭派 过去叫扭派 第二个扭派 低头看二扭 这是你跟皇上问答 老得记着这个 双手捧朝珠 低头看二扭 那你要把这忘了呢 忘了就糟了 不低头看二扭 皇上一跟说话 啊 呦 这叫什么 仰面弑君 有意刺亡杀架 这就砍了 就这么大罪会 要怎么他专制呢 跟皇上说话呢 低头看二扭就干你 老记着这个诚 怎么说话 也别跟皇上对眼光 也不能偷着瞧 偷着一瞧 有意刺亡杀架 就这么厉害 卖方部亮靴底 一步三摇 世上朝的时候 走路得卖方部走 靴底得亮起来 高抬脚 就这个样子 民乐 真这样走啊 要不怎么清代 做大官的 他身上都没柿子呢 油也全抖了 谢谢 他紧抖了呢 就得这样走 这一说 刘庸有本 选刘庸随止进殿 刘庸随止进殿 捧朝猪 哆嗦这就来了 来到品级台 往这一跪 臣刘庸见家 参见五皇万岁 万寿无疆 乾隆座上问道 刘爱卿 金奸震荡 有何奏章 其则我主万岁 臣今天上朝之时 走在街市以上 看见八旗兵丁胜苦 一不折体 十不冲击 我主万岁 龙翼天才 他瞧着八旗兵丁胜苦 说八旗兵啊 苦 衣不折体 穿得不好 十不冲击 不能吃饱了 我主万岁 龙翼天才 您怎么想个主意 救济救济八旗 就这么个意思 乾隆一听 心说不对啊 我昨天刚封你八旗副都统 我是为了让和珅这正都统管着你 怎么着 你这儿刚当了一天副都统 你就来买差事来了 你就给八旗兵丁讨赏 你比这个和珅又大一头了 那你成正的了 即便真正八旗兵丁是这样苦 你也得跟这和珅商量 俩人到我这儿讨赏 怎么你自己来了 多权 多势 好 我问你 刘爱卿 听你之言敢是给八旗兵丁讨赏吗 只要刘庸顺口答应 正式 得 打你个多势 多权 多势多权怎么样 降级罚凤 罚他的凤禄 赏个八旗 赏八旗兵丁 要是别人呢 就顺口答应了 正式 那刘庸他 他多坏啊 他留三本 他竟是坏主意 他一听就明白了 嗯 我给八旗兵丁讨赏 我唠个多权多势 多势 不唠这个 行 七子窝住万岁 臣 并非给八旗兵丁讨赏 并 并非 不是 不是你说这话干嘛呢 实是 为我主万岁的江山设计 恐怕万岁的江山不牢 设计不稳 前龙说 胡说 我大清定顶以来 现在各国年年进贡 岁岁称臣 嗯 我的版图也不在这个元朝 忽必烈之下 我这个版图也这么大 我大清 怎么江山不牢 设计不稳呢 啊 是 万岁想情 八旗兵丁 一不遮体 十不充饥 就是吃不饱 穿不暖和 那么外国呢 到中国来进贡 一看中国的兵丁 这么样苦 这么样穷 哎 回去一说 他们就要侵略之心 人家就不进贡了 就不称臣了 这个样子 如果要让八旗兵丁 一要遮体 十要充饥 每天吃饱了 穿暖和了 轮到武剑 以壮国威 外国来到中国进贡 不敢仰视中国 时事为您的江山设计着想 哎 前龙一听他真有的说呀 明明他给逃赏 还为我好 怕我的江山不牢 设计不稳 也对呀 一琢磨 反正他出了主意就得算 你回头你莫分半天 矫情半天 还得依着他那主意 哎 他老有话说呀 没事我经跟他捣乱得了 别的国事就甭办了 好好 既然这样 看在你的面子之上 赏个八旗兵丁 俩月恩赏 下电去吧 谢主龙恩 下电去吧 谢主龙恩 你怎么不走啊 万岁 据我看 这个和珊是八旗正都统 我是八旗副都统 讨赏应当他给讨啊 再者说 八旗兵丁 一不遮体 十不充击 正都统不能不知道啊 既然知道 既然知道为什么他不上电奏本呢 他这不是有意观 逼意兵反吗 皇上一听 都对呀 哎 和珊这东西可恶啊 你是正都统 你为什么不给逃赏呢 嗯 干嘛让这个 刘庸上电来呢 你下电去吧 刘庸下电以后 皇上就把这个和珊 选上电来 大大的身吃一顿 和珊也不知道什么事情 嗯 什么事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电了 那么这刘庸下电以后 干嘛呀 坐觉回家 睡大觉去了 他把赏讨下来 他睡觉去了 他可睡觉了 那和珊呢 一天一宿没睡 为什么 户部里头领银子 点花名册 罚放军饷 完全是这八旗正都统的事 他回家睡大觉 这一天一宿没睡 还让皇上给说了一大顿 赶到第二天 你就别来这手了 他又来这么一手 到这个早朝的时候 又在朝房这儿等着 太监奏事出一寒 圣上传旨 有本出版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请驾皇宫 陈刘庸有本 奏事出一听 又来了 又是头一本 皇上一听 又是他 选刘庸随止进殿 刘庸来到品级台望这儿一跪 陈刘庸见家参见五皇万岁 万寿无疆 金剑震荡 有何奏章 刘庸真拉得下脸来 还昨日那套 其次我这万岁 陈今天走到街市以上 看见八旗钉钉胜苦 一不折体 十不冲击 我这万岁 龙翼天才 皇上一听 怎么要这套啊 你昨儿不来了一回了吗 嗨 我再跟他说 他又告诉我了 为您的江山设计 恐怕江山不劳 设计不稳 莫分半天 还得依着他那主意 又一想 干脆别跟他麻烦了 头一本反正都是他的事情 你不依他 不定莫分多赠钱 这个 昨天头一次 今天第二次 再一再二 他不能再三 没有名个了 对 好好好 真当看在你的面子之上 再赏个八旗钉钉 俩月恩赏 下电去吧 谢主龙恩 他又下电 回家睡觉去了 那和珅一天一休 又没睡 法方君相互不领银子 这个和珅 他这个受点赖没关系 皇上身持了两顿 还不算呢 他这哀鸣骂 他受不了了 怎么哀鸣骂呀 点花名册领银子 试会 波士乎跟波士乎 说闲话 瞧咱们这头 嗯 哪个头 和珅呢 和珅正走在这 摆身后头 他俩没看见 瞧咱们这头 哪个头 和珅呢 和珅一跳 和 八旗正都通 背地里有人敢叫我的名字 啊 往后退了两步 转过身去 名字一摆 不让人看见 听着 和珅怎么了 怎么了 咱们这头管 干什么的 啊 正都通 可惜 让他当 咱们倒了没了 嗯 你看人家 刘中 多好 啊 人家刚当了两天 副都统 就给咱们讨些 色月的银子了 你说这和珅 这个东西多可恨 和珅一听 嘿嘿嘿 瞧我这骂哀的 多我心呢 哦 闹了半天 是这么回事情啊 罗官的毛病 哎 先说好你个刘罗官 其实这刘庸也不是罗官 他就是念书念传了 写字用心过度 水舌妖 念书念传了 那么背地了呢 都管他叫刘罗官 好你个刘罗官 嗯 哎呀 你当副都统不要紧 让我受累 受累也没关系 挨说 挨说还不算 背地了还得挨骂 这我受得了吗 行了 没人再说吧 赶到了第三天早朝 和珅呢 早早就在朝访等着 每天都是刘庸先到 今儿没有 和珅先到了 怎么怕他再上电 又又揍一本去 等着他 等着等着 刘庸来了 和珅过来一点头 刘仲堂 早啊 啊 不 就是您早 我想跟您谈点事情 啊 什么事情 请说吧 我可并不是说 我是正都统 您是副都统 看不起 您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 如果说您给八七兵丁 讨赏 您可以跟我商量商量 研究研究 我们俩人呢 上电呢 一块去给讨赏去 这样呢 就省得我挨骂了 我让八七兵丁 骂我一顿 说我不管事 您这儿呢 做好人 再说回来了 我和珅 也不是不管八七兵丁啊 我到时候 我还要讨赏 什么时候讨赏 每年到冬至焦天这天 皇上去祭天坛 到那个时候 皇上头一个穿雕挂 然后文武波关 这才跟着那天 一块都换雕挂 那天天最冷 祭天坛 祭天坛是怎么个仪式呢 在那个封建时候 就是这个 这一年呢 所杀的这些个人 所犯罪的这些个人名字 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情 到天坛那烧起 刚刚那浴晃就知道了 就那么回事情 祭天坛 冬至焦天那天 最冷 皇上换雕挂 第二天 文武波关 才敢穿 穿雕挂 冷了 说我到那天的时候 最冷 祭天坛回来 我给八七冰丁 我给八七冰丁讨赏 天也冷了 皇上你都穿暖和了 八七冰丁怎么办呢 到那时候我才讨赏呢 我是不管吗 你干嘛这么卖好心善呢 再说回来了 我到冬至焦天那天 我给八七冰丁讨赏 我都是多讨 你说现在离冬至 还有一个来月 当那时候我还讨不讨了 嗯 说呀 要搁别人 让这几句话就给问主 刘庸呢 他不扰闲话呀 一句闲话不吃 哎 喝中了 等会儿呢 是什么话呀这是 我也没说你不管呢 嗯 你刚才说吗怎么着 到冬至焦天时候 你你该讨 是啊 我到那天我都多讨 你这才讨了四个月的 这怎么算 才讨了四个月的 那么我这个讨少了 当然不多呀 那那那不要紧 那么 你讨 到冬至那天 你你该讨多少 我呀 那我我我 我我都给这个八七冰丁 讨半年的恩赏 其实啊 河山叫吹大话 没讨过半年的 没这规矩 东至焦天 讨一个双响 八七冰丁 就一年就这么一回 俩月的响 这已经四个月的了 就比那多了 他呢 要拿这大话拍刘庸 我都讨半年的 那不要紧 我跟你说 看见没有 昨天我给八七冰丁 讨俩月的赏 不算 前天那俩月 白饶 还不算 除去这四个月之外 今天我上店 我带给八七冰丁 讨半年的赏 行吗 河山一听 啊 嘿嘿 心说流洛关 这回你可倒了没了 我这是因你啊 你讨半年的赏 你这四个月 你不定怎么 怎么想主意 把皇上绕在里头了 没给过那么些个赏吗 你再去讨去 到那打你个多事 你就够瞧的 怎么着 我拿话将他一下 刘仲藤 好 我赞成您 这么着 昨天俩月 前天俩月不算 今天如果您上金殿 再要给八七冰丁 讨些半年的赏来 我何身呢 半年做官 不要凤 我算给皇上家扛长火 广吃饭 不要俸禄 我那个俸禄要了 下来一块 闪个八七 您看 怎么样 刘仰一天 行啊 可以啊 那么您啊 讨不下来呢 讨不下来 讨不下来 我刘仰半年 不要放了 我这个钱 闪个八七冰丁 怎么样 那可以 那么既然打赌 咱就击掌得了 击掌打赌 哎 来来 哎 可这么着 我讨半年 何中藤 你半年 不要俸禄 那么比如说 我要给八七冰丁 讨一年的赏 你怎么样呢 何山一厅 你这不找倒霉吗 这不是 还一年半年 你也讨不下来 讨一年的赏 我何山一年 不要俸禄 讨不下一年的赏 我刘雍一年 不要俸禄 对 俩人 大肚鸡掌 刚鸡完掌 奏事处之正寒 上上传旨 有本出版 早奏 无本卷连 逃散 请假皇宫 陈刘雍有本 皇上一听 他又来了 选刘雍随旨进店 刘雍来到品级台 望这一跪 陈刘雍见家 参见五皇万岁 万寿无疆 乾隆着个气 刘爱卿 金剑震荡 又有何奏章 你有什么事 他呀 不嫌俗 也不嫌贫 起走 我这万岁 臣今天走到街市以上 看尽八旗兵丁圣苦 一不遮体 皇上说行了 行了 行了 甭忘下说了 你看尽八旗兵丁圣苦 一不遮体 十不冲击 我这万岁 龙一天才 又这套词啊 我都消贿了 你贫了 像那个 皇上应当怎么说呀 你已经给八旗兵丁 讨了色月的赏了 再讨上我也不准了 下店去吧 摆得轰下去呢 就完了 皇上没分办 干嘛 要跟他说话 讲讲理 这就是倒霉催的 跟他讲理 你讲得过他吗 讲的讲的 就给绕在里头 乾隆要跟他讲理 行了行了 别往下说 刘勇 震当不是不给你面子 嗯 你想一想 你连今天 才做了三天八旗副都统 我不说正负这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 三天的这个副都统 你给八旗兵丁讨了多少赏了 你知道吗 你前天来了 你给八旗兵丁讨俩月赏 真当看你面子 赏俩月的 可是昨天你又来了 还这套词 真当我又看着你面子 又给俩月的 你怎么今天还来啊 嗯 哎 这个再一再二 没有再三的 嗯 多怎么为止呢 前天你来了 我给俩月赏 昨天你来 我又给俩月赏 今天再来 还给俩月赏 那我就得给八旗兵丁 把年的赏吗 啊 卸住龙安 跟着他就磕头 前龙一条 这恩卸得这么快啊 你卸什么恩呢 万岁 您说赏个八旗兵丁 半年银子 皇上说 我多少次说的 您刚说的 我刚怎么说的 您不是说吗 您说那个 前天来赏俩月的 昨天来又赏俩月的 今天再给俩月的 就得给八旗兵丁 半年的恩赏 您不是赏半年的恩赏吗 嗨 前龙说呀 我这么一比方 我说前天给俩月 昨天给俩月 今天再给俩月 就得给八旗兵丁 半年的赏了 我是比方 说着玩 万岁 这个君无戏言 您说话不能不算 您说话如果要不算 那明儿我们说话 也全不算 皇上说算算算 那不算不算 那反了呢 我说什么不算 什么还行啊 嘿 算可是算 半年银子没了 皇上 算算 得了 依着你 那么半年就半年吧 谢主龙安 前龙说 你又谢什么恩呢 万岁 您说赏个八旗兵丁 一年的银子 我多曾说赏一年的了 您刚说的 我刚怎么说的 您刚说的 您说得了 半年就半年 半年 再旧生半年 万岁 俩半年是多少啊 皇上说俩半年是一年呢 谢主龙安 啊 更测试了 你这个 嘿 好好 那么一年就 你下电去吧 皇上刚要说 一年就一年 没敢那么说 怎么 那那就二年了呢 那谁受得了啊 下电去吧 轰鞋去了 可是打这儿起 您琢磨琢磨 这和珅 受得了 受不了 一年不要银子 啊 就给皇上家干活 不拿钱 跟扛长弓一样 天天愁眉不展 喝这个气啊 心说 刘庸 嘿 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 咱俩人走着 瞧 倒了算 每天 处心激略的 想办法 对付这刘庸 哎 可瞧有这么一天 他想出个办法来 哎 还正是个查口 他想这主意 可停 可损 信说 刘洛官 我一年银子没拿 不要紧 嘿 我这主意 你就得拿脑袋见我 把这主意憋好了 那天怎么用上的 每天上朝呢 都是这个刘庸啊 早到朝房 刘庸早到朝房 那么刘庸住得近吗 不近 在哪啊 东四牌楼 李氏胡同 叫白了叫驴氏胡同 叫这李氏胡同 东四牌楼 在这个 迪伟的时候 日本人的时候 那时候那儿是那个 仓库 就那大墙那儿 后来 现在不知道改什么了 那就是刘庸甫 很大一大片 李氏胡同 他住在那儿 那么他呢 顺东华门 进皇城 到朝房上朝 他呢 也坐轿子 这个和珅呢 也坐轿子 和珅呢 他们俩人住得 差不离得远 可有一节 每天呢 还是这个 刘庸先到 说怎么呢 要论起刘庸 做这轿子 破极了 他父亲 老中腾 刘统训 做了一辈子中腾 就那破轿子 换到他这儿 还那轿子 轿子坏了 哪儿坏了 凑合凑合 哪儿坏了 石头石头 有一回底调了 这轿底调了 你还有主意吗 他有主意 找了个破八仙桌子 四条腿朝上 一绑又给捆上了 有主意 那个台轿子 那个人 最小的那个岁数是 72 轿幅头81 那抬得动吗 抬不动 抬着都打晃了 还得抬 怎么回事 当初抬老中腾 刘统训的 抬他父亲的 他父亲死的时候呢 就说了 是加了这些个人呢 都跟咱们有功 哪个呢也不需辞退 把他们养老送终 他是谨遵复命 可以呀 养老送终行啊 你别让他抬了 七十多岁还抬 抬得动吗 不行 能凑合就凑合 你请假 你请假他不准呢 请一回不准 请两回不准 叫斧头实在没办法了 带着色教父上去了 给他请安 请钟腾安 请爷安 请钟腾安 请爷安 他那倒很客气 坐下坐下坐下 什么事啊 叫斧头八十一的这个 跟钟腾回 小小子在您价钱 不敢说岁数大 可是我还小呢 我八十二的 我这老兄弟都七十二的 七十一的 这这个 我们这腰腿实在不利索了 那个抬轿的时候 恐怕有个这个这个 走不利索啊 摔个跟头 摔着我们呢 倒没什么关系 要摆中腾磕着碰着 您是金枝玉叶 我们可担罪不起啊 啊 其实要这么说了 哈哈哈哈 去去去吧 去吧 你 等等 等一会儿我下条 下条 开个条子 哦 大伙听行了 下条 这是让我们走了 好 高兴 啊 到这个 教坊里头这么一坐 这说 怎么样 你们说呀 你们不会说 你看我这一说 他也怕 磕着碰着 马上就下条 等着吧 一会儿功夫 刘庸有两个底下人 张成刘安 拿这个条来了 嗯 哎 教坊头听阵 中腾有欲 呵 这哥我都高兴 站起来 是 哥哥 准嫁了 回家了 对 回家了 站齐了 一听这个 张成这么一一说呀 教坊头鼻子都气味了 听着 教坊头听着 中腾有欲 中腾说你们年老木花 啊 腰腿不见 呃 现在中腾恩师阁外 法外师人 抬轿之时 每人准许主 拐棍一根 这叫什么主意啊 这叫 啊 抬轿的时候 一人主根拐棍子 这这多寒碜呢 这 哎 他跟底下人呢 他也竟出坏主意 也竟憋坏 没没没主意 那么这个 抬轿子那么大岁数 他怎么每天早到朝房呢 早到朝房有原因呢 他比如说吧 五更天 上朝 做完事 回来 这回家 吃饭 吃完饭 出饭看书 看书看着看着 吃晚饭 吃完晚饭 外头刚掌上灯 这就洗脸漱口 洗脸漱完口 嗯 外头刚打定睛 瞬叫 瞬叫 瞬叫干嘛 上朝 张成刘安也纳闷啊 俩底下人 中他 你 你 外头那是月亮 这刚打定睛 您这么早上朝 五经上朝 废话 你不知道他们岁数大了 走道慢吗 咱们这叫笨鸟先飞 慢慢溜达着 哎呀是 那么老早 大家就出来了 多真到东华门那儿 黄城还没开呢 哎 轿子打蜀 轿子打蜀 坐在这个轿子里头 那单还不是马路呢 永路 永路挺高的呢 轿子 一打蜀 这轿子直到那儿 他呢 坐在轿子里冲盹 那么大中堂 满街打野盘 脚步头呢 抬轿子呢 哎 永路沟旁边 也忍一架 黄城一开 头一蹭轿子 先进去 每天他得先到朝房 天天先到 可是这天呢 晚了 为什么 家里闹灾 来了几个老乡 这么一说话 晚了 上朝 哎 正是和珅憋好了 坏主意这天 这天来的最晚 满朝文武全来了 都在朝房呢 来的晚的 和珅早来了 直定这个这个 三位亲王都来了 三位亲王是谁呀 乾隆的亲兄弟 七王爷 八王爷 九王爷 这三位王爷都来了 刘庸还没来 那个九王爷呢 九王爷是个 是个大胖子 胖极了 热景天走路 俩手摸不着肚气眼 就那么胖 性如烈火 脾气醉暴 坐在椅子上 就问 哎 这个 咱们班人来齐了吗 和珅说 回王爷 还不齐 谁没来呢 刘庸 罗官怎么还没来呀 跟爷回 罗官来不了 怎么 罗官他 他这个 欣赏枕头呢 这句话是俏皮话 欣赏枕头 在家来睡觉 哎 那意思 他不能够 管这国家大事 他睡他的大觉 欣赏枕头呢 这么句话 瞧一会儿 可是 巧劲 正这时候 刘庸正来 刘庸到这个朝房门这儿了 刚要上台阶掀帘子 就听这个 九娃那说 怎么 罗官怎么还没来呀 和珅那说 哎 罗官 来不了这么早 刘庸啊 别看这么大的中堂 有个毛病 什么呀 专门 好听贼话 北地里一讲着他 哎 心说呀 好啊 这个王爷说 管我叫罗官 没关系 你和珅也敢叫我罗官 听听 怎么回事 往后退一步 站在台阶底下了 就听啊 罗官来不了这么早 哎 欣赏枕头呢 刘庸正听见 嗯 听了听 里边不说什么了 刘庸啊 慢慢往后退了几步 现往前走 脚步重一点 蹬蹬蹬 到这一上台阶 一咳嗽 一聊聊 和珅呢 听得出来他咳嗽 哟 来了 心说 费亏晚来一步 早来早来听见不合适 其实这就听见了 早来听见不合适 他呢 就嚼着脸上啊 害臊 怕他听见似的 那么怎么样呢 转过脸去 看墙上这个三山图 看这张画 嗯 他这看画呢 刘庸进来了 进来了 先给王爷请安 给齐王请安 给八王爷请安 给九王爷请安 过来 一巴了和珅 给和中堂 也着不一个安 和珅说 到我这儿 怎么这么别扭 什么叫着不一个安 像那你就甭理他了 还要说 刘庸他 今儿个来晚了 没会儿找会儿 今儿个来晚了 刘庸还恭恭敬敬 可不是吗 欣赏枕头来着 都听了去了 嘿 瞧我这别扭劲的啊 闹了半天 他听见了 听见也没法子 人无害虎心 虎有伤人意 我就这个办法 要你的脑袋使唤 先给你找顿骂再说 让朝房文武破官 骂你一顿 给我和珅 结结恨 刘中堂 据我说 今天您来晚了 您不是欣赏枕头 那么我有什么事啊 您有事 一定是您 您在家里头 写折子片来着吧 大概其今天 又憋着餐人呢 对不对 您坐这官 左都御师 赤丰三千岁 太后育儿干殿下 建官大义吉 您那个左都御师呢 这个御师 就指着餐人吃饭 不是餐文 就是餐武 您大概今儿来晚了 加了写折子片 您是又想餐文呢 又想餐武啊 您看看我们这朝房里头 还是我们这个文官 摊了脏了 还是这些武将受了会了 您憋着餐谁呢 这叫给他找骂 朝里文武破官 都得骂刘庸 骂官爱餐人 不然的话 人家为什么说这话 给他找骂 刘庸明呗呀 给我找骂 这骂我不能收起 就跟吃菜似的 他不吃 他又给布回去了 怎么布的 主意好 哎呀得了得了 喝中汤 我又餐文餐武 文官摊赞武将受了会了 你想想 进来我一个多月没参人 对不对 哎 正是巧劲 最近一个多月他没参人 没参人是怎么回事啊 张承留安告诉他的 咱们爷们这官啊得了 民外他把人都伤透了 那人员啊咱们都要走近了 因为这样他没参人 一个来月 哎 就是他用生了 你想想 哎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留用最近一个多月没参人了 有这么回事没有 想那这和珅 你就甭往下问了 还要问 啊 不错 最近 您倒是一个来月没参人 为什么呀 为什么 那有什么可谓的 我被这诚忘了 忘了 忘了就不参了 哎 可是今天不行了 今天因为和中汤 你提醒了我了 你这一提醒 我想起来了 那就是我得参俩结结梦了 我也不管是文的是武的 文官摊赃武将受贿了 大家各自留神 和中藤提醒 我可不定参你们谁 大伙一听 这缺德和珅哪 你看人家忘了 你提他醒干嘛呀 哎 大伙怎么样 怒目横眉 看着和珅 和珅一脚 呦 这骂给我自己找上了 哎 我也不能受这个骂呀 刘仲探 您千万别这样说 这样说大家骂我 您说准了 您到底参谁 到底参谁 那就是你吧 哎 这得谁跟谁来呀 您参我 我一个小小官职 微末虔诚 不值您一参呢 不值啊 那么你出主意 你说谁值 我我参谁 我出主意倒可以 恐怕您 您不敢参呢 废话 你说哪一个 我都敢参 不管亲王 君王 非子 非乐 满朝文武 投品大员 全算上 只要你提这名字 我就敢参 那我说出来 您要不敢参呢 不敢参呢 给你磕头 拜你为老师 河山一听啊 行了 嘿 今儿你就倒霉了 好 拜我为老师 啊 那好 我说这个 您要敢参呢 我拜您为老师 那么咱们打赌 来 机长 来 机长 两人这么一嚷 九王爷 姓如烈火 脾气醉暴 九王爷 一听 站起来 拖着大肚子 刘庸和善 你们俩人掌 什么呀 怎么了 大声喧哗 啊 离这宝座 这么近 要经了架 你担我担呢 嗯 糊涂 这这 怎么这么不尊品呢 王爷干嘛呢 王爷这是骂人呢 就这么骂人 哎 糊涂不尊品 因为他是王爷嘛 皇上的兄弟 这骂人最重了 糊涂不尊品 就行了 王爷 王爷不能胡骂 胡骂那行 刘庸和善 让人什么呀 啊 怎么回事啊 嗯 怎么这么缺德呀 倒了没了吗 这不是 当着这个 守着金龙宝殿 这么近 你们怎么就吵样子 那不是王爷了 王爷不能说 这个话 糊涂 怎么这么不尊品呢 跟爷回 您没听见吗 我刚进门 他就找我的茬 刚我来晚了 写折子片 参文参舞 我说谁都参 现在呢 他说 他说一人 我不敢参 我说我要不敢参 磕头拜他为师 要敢参 他拜我为师 就因为这个门两人 吵着要打赌 你没听见吗 刘庸盖什么 给王爷解释得这么清楚 他也知道河山厉害 狠 真跟他打了赌 他说一人 我就敢参 回头他说 九王爷 你参 皇上亲兄弟 你说我怎么办 骑虎难下 怕这个 那么跟王爷说明了呢 让王爷听明白这个呢 王爷就给排解排解 劝一劝 可这个事情 要搁这七王八王呢 可就给姐劝了 九王爷不行啊 姓如烈火脾气最暴 你脾气暴没关系 他还好看这江火的 好瞧个打架的 他一听这 他乐了 哎呀 我当什么事呢 这么嚷 你们俩要打赌啊 来吧 我跟你们做宝 呦呦 这王爷这是什么人性啊 这是 你还能做宝 嘿 王爷 我们俩人打赌 您一人宝 您是宝我呀 您还是宝和珊呢 这不是只给他台阶 相当地说 我一人宝不了 俩人 别捣乱了 上朝吧 不就完了吗 他这人 死心眼啊 嗯 我宝你宝和珊 这不是像王爷们吗 七哥八哥 你们俩保和珊 我保他 来吧 刘庸一想 这这这这没没没没别的主意了 打就打吧 这这独打的词是 两位中堂打赌 三位亲王做宝 还没法说了不算 来吧 来 鸡掌 趴这么一鸡掌 你说吧 谁我不敢猜 和珊啊 来这个捏坏笋 嘿嘿 六中的 您现在再想一想 别看鸡了掌了 您现在要不算 可还行 废话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说了就得算 你说谁我不敢猜 我就磕头拜你为师 说吧 嘿嘿好 那既然这样呢 我要说了 我说这个人 您不敢猜呢 也没多大来历 嘿嘿 也不是别人 就是现在 已经在太和殿 升了宝座了 当今万岁 乾隆皇上 嘿嘿 敢猜吗 这玩意多阴损啊 要说刘庸 有学问 有能耐 不害怕 这段单口相声 我不敢这样说 有说的 刘庸一点都不害怕 他有能耐 有学问 能耐也有 学问也有 不害怕 不可能 那怎么不害怕 参皇上 是什么罪名啊 您琢磨那个 双手捧朝珠 低头看二鸟 学问一看皇上 仰面是君 有意刺亡杀架 这就活不了 上殿去参皇上去 好家伙 上殿傍君 以小犯上 知法犯法 灭门九族 刨坟掘墓 措骨攘灰 连祖坟都得刨漏 灭门九族 那能不害怕吗 当然害怕 害怕是害怕 不过他呢 心里害怕 脸上不能带出来 想主意 听完他这话 故作震惊 一朗笑 呵呵呵 哎呀 何忠他 我以为你说谁呢 我不敢猜 就是当今万岁皇上啊 啊 您敢猜吗 呵呵 哎呀你这话说晚了 头半了月我就憋着他呢 啊 那我这还说晚了呢 哦 头半了月您就憋着参他呢 那您为什么不参呢 为什么不参 我摆这茬不是忘了吗 今儿你提醒 就在今天 明儿个要参起来 我都摆你为师 今儿就参 文武博官 交头结婉 纷纷议论 张年兄 李年弟 怎么样 罗官要倒霉 为什么 上殿参皇上 一小犯上上殿帮军 制法犯法 灭门九族 刨坟掘墓 错过然辉 这不是要了命了吗 这说 听着吧 他就那么傻了 要了命他也不敢猜呢 顶大给他磕个头 拜他为师就完了 绝对不敢猜 这说 怎么绝对不敢猜 俩人击掌了 击掌他也不敢猜 是这话吗 大伙 交头接耳 纷纷议论 一嘀咕 刘庸这个人呢 他以分撒血 一看大伙这样 他更来劲了 哎 说中外年兄年弟 大家别别 别吵别吵别吵 嚷嚷什么呀 这个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不就是参皇上吗 小时一段 信吗 今天大家别走 看热闹 看见没有 现在 现在 上殿参皇上 参完皇上 不算 啊 到后宫 参太后 大伙 听怎么着 更来劲了 还参太后 大伙又这么一嘀咕 他 他好 更来劲了 别吵 别吵的呢 你们怎么 不相信我啊 回头你们看呢 今儿个有个出手的 只要你们大家不走 你们算瞧尽这热闹了 看见没有 现在 上殿参皇上 参完皇上 到后宫 参太后 摆太后 参下来 各位别走 半夜了子时 我留用粉表 我参玉皇 大伙说 这罗官要疯啊 这是 这个说你别听他的 玉皇 玉皇他敢参 玉皇怎么参呢 粉表参玉皇 弄一张黄表 上他写声 骂玉皇的话 写完了 这回头 把他烧了 这就算参玉皇了 横不能 烧完了 当时就烂手烂嘴 参皇上 他不详 这玩意 现打不赦着 灭门九族 错古然灰 祖坟都得刨了 那他敢吗 大伙还这 纷纷议论 刘庸啊 也不理这茬 诶 正在这时候 太监 奏班出 奏事出这儿喊 圣上传旨 有本出版 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请假皇宫 臣刘庸有本 大伙听 这真去呀 哇 真的 贾 签 软 mater 倦